大家好 今天是5月26星期二 股市有一点点的反弹 当然整个走势还是仿佛而不明的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段 恒生指数先高开246点到231898点 这个也是距离这个 昨天的收势好像是比较远了一点点 当然到目前为止大概3.40分钟的水平 股市还是有一点点波动的 今天的低位一到低见23165点 而曾经一到高见23481点 等于说在高台的时候股市曾经一度反弹529点 可是要说明直到目前为止 恒生指数还是走在所有的平均移动线之下 那等于说股市还是反弹而不明的 可是要留意就是 现在指数大概在23400点左右水平 距离昨天的低位23519点 好像比较远了 大概有900点左右水平 那等于说现在我不用担心股市 会再进一步往下寻找这个月的低位 那也可以这样说 这个月的波幅已经是差不多的了 从11号的高位24766点到25号的低位2519点 这个月已经回调2247点 这个幅度已经够的了 明天就是这个月期指转仓的高峰期 下个星期后天应该后天才对 就是这个期指结算日 我想这两天 还是股市也可能稍微稳定在 现在这个水平在等待 当然最重要还是50天线 现在大概在23719点 要是恒生指数能够回升到50天线以上的话 这个我想对后一个阶段股市发展来说 基本上还是有利的 有一点大家应该看到 一种线上的股份表现还是不错的 包括腾信 包括阿里巴巴 还有平安好医生 还有美团扁鼎 他们的股价都是在高台的 相对其他的传统的难筹来说 其实到目前为止看到 资金还是不取代 新经济相关的股份身上 这方面去 大家要是在这个时间 要做一点布局的问题不大 当然也会担心 后一个阶段股市不知道是怎么样 可是大家看一看 相关交易所的股价 今天最高这个2880块钱 几毛钱我不说了好不好 距离一年的高位2883块钱 只是相差几块钱而已 可能有一部分人觉得 在美国回来 在香港挂牌的中概股 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刺激 所以变成一部分的资金 已经开始投放在相关交易所方面 做一个中短线的布局 我总是觉得 五月当然是穷了是没办法 可是六月份可能是不会太觉得了 要是有一个信心 要做一个短线一点点的布局 可以这样做 先买一百股腾息 一百股阿里巴巴放在一边 看看怎么怎么样 再做新的布局 不知道大家不同意 好了 今天的分析就说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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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